不是吼 你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像我這種小創作者 換一款遊戲經營跟重新開始沒有什麼兩樣 那為什麼要直播破壞突擊隊 又或者是為什麼要出這個遊戲的影片 就單純只是我覺得這個遊戲太好玩了 反正沒直播我一直在偷玩 就不要浪費嘛 恰滴 沒流量也無所謂啦 好玩就好 母雞 阿 發蘿蔔了啦 受不了了 最終還是要向蘿蔔妥協 乖乖的務農吧 未來更美好的人生 完啦 都湊不了隊是怎樣 這樣子單位太貴了 再拿一隻雞 再拿一隻雞 哇 單位太散了 欸 怎麼有免費的鑰匙 需要再來一個拔蘿蔔 OK 這樣有效率多了 欸 應該拿弓箭女皇的 欸 應該拿弓箭女皇的 右邊的又有坦克 噢呀 完了 我直接死一隻 我死哪一隻啊 啊 我死一個拔蘿蔔的 完了 剛這樣被點掉一隻超虧的 坦克 最怕就是撿了坦克沒得開啊 他們都站在那邊要怎麼去 唉唷 好兇喔 那個 唉唷 他好可怕啊 不行 不能比他太近 哇啦 這都不應該拿坦克了 根本開不了 電死一隻 有坦克沒車開啊 我只有駕駛員啊 幹他怎麼辦 幹真的這輩子只能靠拔蘿蔔為活了 我有精英駕駛員啊 但我進不去啊 OK 我有麥克斯了 稍微安全一點 再加上我們現在龐大的鞋子數量 應該跑得掉 加好友可以啊 等一下好了 沒什麼可以用啊 還是這輩子都不要進去了 要進去嗎 床一下好了啦 開坦克 開坦克 OK 我剛剛應該拿弓箭女王吧 可是我現在遠程太少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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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寶石就好了 他們打他們的 好像不關我的事耶 蛤 這樣也有第一名 哈哈哈哈 幹 你們怎麼自己打起來啦 哦 這就是魚翁之力嗎 爽啊 撿到 伐木 走 往中間去 走 往中間去 這算是一個強迫症喔 其實是沒有必要再拿一次格雷格的 只是因為 把他變大有點不舒服 一隻就夠了 先把所有的木都拔掉 然後再把渦倫都拿掉 OK 我們應該無敵了 所有的渦倫都在我手上 你們這麼晚 現在發揮速度超級快 欸 那個電腦把我的箱子拿走 還我 幹 還不死 快死了 幹快就拿我一個箱子 欸 雖然我也沒錢啊 啊 應該拿醫生的 拿錯了 沒關係 拿這個也不錯 麥克斯 欸 我坦克現在是一台兩台 還敢在我面前購物啊 來啊 來啊 硬要對人家火拼欸 奇怪 欸 選錯啦 我選到什麼 登登登登 欸欸欸 欸欸欸 畫面很亂 戰爭天使 他好像想跟我激烈的碰撞欸 你等著 我等下就來跟你碰撞 你沒法術喔 哇 會lag 會lag 唉唷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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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好爽喔 那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結束啦 最後再次推廣一下 想要便宜又安全的櫥子管道嗎 歡迎使用水辣袋櫥 LINEID 小老鼠 SLEPY GAME 前面記得要加小老鼠喔 祝福大家的角色都能順利升滿四星